娱乐圈最干净的女星,坚持零整容,长得黑也不达美白针。她是彭于燕心中的女神。 许多人真正认识张军宁应该是从《无嫩娘传奇》中的徐杰鱼吧。 她演技好,人长得美,还受过高等学历。 嘉静音时却从不炒作上位,被网友称为娱乐圈最干净的气质女星。 张军宁的脸型并非真正的锥子脸,但她拒绝整容。 这一点真是高过娱乐圈很多女星,自己与众不同才有特点吗? 张军宁看起来让人觉得很舒服,即使化妆也不过浓,清新自然刚刚好。 近距离镜头下,张军宁的眼带看起来不小啊,但底子还是不错的。 知识吧,这皮肤貌似有点黑,这一点范冰冰也说过,但她依然拒绝打美白针,对于爱美的女孩子来说,不随波逐流,依然保持自我,笑边是打心眼里佩服她啊。 张军宁的好人员,大概人尽皆知。 和范冰冰是闺蜜,和陈奕涵的关系也超好,彭与燕更是直呼她为女神。 有人说,人年轻的标志,就是不论在什么年纪,依旧保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之心。 张军宁就是如此。35岁的她,放肆地笑,用力地活。 不错过每一次对自己的挑战,也对生活给予的魔力热情say hi。 保有着对世界的赤子之心的女孩,大概怎么都不会老。 当其他影星连演戏都要找人顶替的时候。 张军宁却在参加跟着贝尔去冒险的节目,义无反顾地去亲近自然。 她跳伞,攀岩,吃蚯蚓,徒手攀登瀑布,伸入老鼠洞。 每一个挑战都无比艰难,但她没有退缩。 拍眼,她是第一个上去的人,上去后还不忘给同伴传授经验,鼓励他们不害怕。 还在生理期,却义无反顾地第一个完成直升机垂直跳水。 牙磕到石头上,嘴里流着血,她依然晕淡风轻地说:"没事儿。 有一句话是,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和爱过的人。 而你的气质里,也真的藏着你走过的路。 图片翻摄自Yoker美容。 张军宁,又,和彭于燕,佐,于2007年合作拍摄公式联系剧《我在墾丁天气情》。 翻摄自网路。 OVAL的套装总是大同小异的白衣黑裙,每天这样搭总会嫌反。 不如雪女神一样,戴上颜色鲜艳的小包出门去,不只会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。 鲜艳的Tiffany兰也能强调冷静,沉着的气质,让整体气场更强大。 白衬衫搭配牛仔裤这样的安全搭配,偶尔会让人稍嫌无聊。 像张军宁一样,搭配粉色尖背包,就能彰显女性温柔婉约的气质。 搭配轻松的小白鞋,简单穿就有减零效果,不管是上班或着平日逛街都很适合。 九州第一美人张军宁入戏太深,自觉不适合人类社会。 最近,黄轩,窦,徐璐,张军宁等人领衔主演的东方魔幻题材电视剧《海长木云记》正在热播中。 各个都是实力派的演员,再加上精致的特效,让该剧的评分居高不下,也被称为国产剧的良心制作。 而最近变到我们的还是九州第一美人张军宁了。 她在剧中饰演的是清国清城的银蓉娘娘,特别钟情于皇帝。 但却被所有人都误以为是红颜或水,在皇帝把剑向她自来的时候,她含着眼泪也甘心为爱付出。 美得起碗动人,令人动容。 可能是她饰演的角色特别的深入人心,她也将自己带入到了角色之中。 11月27日,她也在微博中把自己带入了戏中,并称。 看样子银蓉不适合人类社会,我先溜了。 她在被刺的时候,才意识到自己错了,以为爱情这种快乐的东西,是人都会滋滋以求。 没想到世人却要去追求冷冰冰的权利,她不明白人类究竟是想要什么。 她也知道自己本身就是灵媚,是因为爱慕陛下而成人形。 近日陛下的一剑,你我缘分就此算是断了,就此别国,此生永不再见了。 特别的动容,也让人看得直想掉眼泪,相信了还是有真爱的。 在理解完这些之后,她也真的就溜了。 入戏太深了吧,张大美女,不过她饰演的这个角色真的特别的让人喜欢,也将一个妖女演的淋漓尽致的。 张君宁,出生于德国,台湾着名影视女演员。 2002年以流星花园2开始演艺生涯,2006年一部白色巨塔才渐渐开始受到瞩目。 2007年评级情非得已知生存之道入围第44届金马奖最佳女配角。 其间都同时间固着学业,2010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法律组硕士班。